我们用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莫先生 29岁 来自长沙自由职业 女嘉宾张女士 29岁 来自长沙自由职业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是觉得 现在的生活 有点迷失方向了 是吧 是的 我看你最大的抱怨 好像是家庭冲突 把双方父母给带进来了 是的 现在怎么 两个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现在听起来 好像是家庭冲突更大 就是说我们当时 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 然后又到了谭混沌家的连结 我们就去领证了 领证呢没多久又怀孕了 怀孕了就想说 快点把婚礼办了 我就跟他说他也没有上心 然后他父母也从来没有过问过 因为那个时候 我问过我父母 他说来的人数不能够确定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给他老爸回复 在我的概念里面 两个人结婚了 就请一些亲戚朋友吃一个 但是结婚我觉得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这些事情本来都应该是南方来张罗的 最后变成了我父母包办了 打电话问他们就报个人数 他们就说一句 哦 反正我们也不会来什么人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了 把我到底当什么我真的觉得就很心寒 我的父母这边也没有管我 基本上从上学做事 他们都不管我 虽然我父母没有做什么事 但是我出了例 我想问问谁结婚 我们两个结婚呀 那你弄你不正常吗 兄弟 他说我没出例 亲戚后来都去了吗 亲戚后来去了 走的不是很多 一桌 一桌就一桌呗 这事就过了吧 反正婚也结了 娃都有了 还追究这干嘛姑娘 然后吧 就不是说我生孩子吗 就第二天就是预产期 预产期的前一天还要跟我吵架 第二天生完孩子 一条短信都没有 一个电话都没有 我当时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他没有陪产啊 那时候碰到一些生意上的问题 他找我吵架 然后我见到不想见到 还跟你说什么话 啊 你说什么 我说我那个时候特别生气呀 我就不想理他呀 不是 为什么呢 给你生娃你 因为没生过 我根本就没这个概念 你知道不 我就还以为是一个人 就像平时那样 不想理他了 这种 他倒是坦诚 就说反正我那会儿 在气头上 我就不想搭理他 而且也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没有这个概念 然后生完之后呢 就回来之前的前一年 我们又因为一些事情 又落矛盾了 第二天 就我妈妈一个人来接的我 亲朋大鱼的 她也没有来接我 那时候是冬天 这是为啥 那个时候 还生气呢 我妈妈一个人来接的我 他也没见过 那就是那种 我妈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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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都没有提过 也没有给过我父母一分钱 我觉得你妈妈就是死要面子 上次过年虽然你跟我打过电话让我提点东西 我根本就不知道她要吃什么 她是吃西瓜还是吃什么别的水果 我等一下提上去又不喜欢 我觉得这个送礼根本就是不重要的 她是缺什么吃的嘛 她明明就是想在清晰面前 她连这种最基本的这种 在清晰面前要面子而已 不是 那你过节给点过节费行吗 让你买吧 我给过她妈 我觉得也没到不好 但是她们对我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 大家就是基本的礼貌一下 那现在你们住这个爷爷奶奶回来看孙子吗 她就是说有次也有过来看 因为当时我就觉得他们对我不好 因为在结婚啊这些也没给我我任何房子啊什么 什么都没有嘛 然后我就不想让他们看我的孩子 所以当时呢我跟她又大吵了一架 我父母说要来看孩子 她说那不呢那我有事呢 我就骂了她 她凭什么不准我小孩见我的父母 还把小孩推出去 我觉得这就很过分了 后来就我自己也想通了吧 我觉得我们之间是陌生人 但是我小孩还是希望有爷爷奶奶的 所以就没什么 你们夫妻俩做事可都够绝的啊 对这个婚姻有什么打算吗 其实呢我对她没以前那么喜欢的 但是为了小孩还是有些方面要来求助她 你那么是求助啊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能一个人带小孩 我就不跟她在一起来呀 这是因为小孩子牵扯到了没办法 听明白了 你对这个婚姻怎么看啊 因为我觉得有小孩了 孩子只要有了就是一辈子的责任 不能中途放弃的 所以我觉得为了小孩为了家庭 所以我今天会来到这里 我想解决一下这些问题 你们现在的这个家庭财务是个怎么情况 其实她有给我 就是赚得多的时候会多给我 赚得少的时候会少给我 没赚钱的时候也会想办法给我 但是呢去年一八年 大概三四个月吧 她的经济情况不太好 所以大家现在 那是因为我有了小孩 只要分精力就没时间出去跑业务 所以经济就断了 她也带娃是吧 对 对孩子上心吗 上心 不否认这一点 是吧 不否认 婚姻到了这一步了吗 大家都就彼此相对客观地评价一下对面的那个人好不好 你先评价一下你的妻子 三个优点 三个缺点 优点就是 比较漂亮 乐了 乐了 第二就是 还在乐着 还在乐着 第三个就是 出去了会给打个面子 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是吧 缺点呢 那个嘴巴总是叨叨的念 好烦 爱唠叨 还有呢 还有就是情商很低 不懂怎么沟通 她情商低 还有吗 好像也没什么确定了 没了哈 我突然一下子忘了 好 来来来 哎呀 你看他乐的 你有心没心的你 来来来来 说吧 对面的男人 优点 很努力吧 努力 然后他个人对我挺大方 第三点就是挺正直吧 你看 各划入各眼嘛 就他还觉得正直 是是是 来来来 就是说对长辈哦 不会孝顺这些的 为人处事 不周全 第二点 就一上火了 他有点控制不了情绪 第三点就是 就从来没给我 过过生日和节日 行吧 你说一件 你妻子最伤你心的事 就是 我从美国都说刚回来 我一个月只赚一千块钱 但是我那个时候 还给他八百 后来都赚个五万块钱 我会给他三万块钱 他还说我对他没以前好了 他说 哪里钱 给了我个百分之八十 现在这一半都不到 越来越少了 我就特别的气愤 我说你会不会算账呢 说一件 他最要你寒心的事 就是他跟我说 他跟他父母关系不好 可是当很多事情牵扯到 他父母的时候 他其实又会站在他父母那边 就让我觉得很心寒 所以挺有意思的 如果站在我的角度来说的话 如果这是我妹妹的话 我就跟他说 这男人压根就不能要 你知道吧 这你要是我弟弟的话 我听你妻子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我会说兄弟咱也得考虑考虑 就你们俩有时候真的把事都做得挺绝的 但是通过问你们俩的优点和缺点 和你们说到的最伤心的一件事的时候 我发现还不是这样的 就是这一段情感里面有很多东西 可能跟我们常人对于情感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 他们在感情里面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解读的东西 怪怪的 说不上来 但是能触摸得到 老师们好好给分析分析 密切进入丘比特分圈 你有人情味吗 一个普通朋友 都不说生孩子的事 就到北京了 大包小包的你来接个飞机 我们都会去一下 更何况带着你的骨肉回来 然后呢 女生也非常震惊的是 让你说一件最伤心的事 你最伤心的事居然不是在于他对你的冷漠 而是在于还是会向着他爸妈 那不废话吗 你儿子跟你以后关系不好 他能不向着你吗 就你们这个逻辑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不明白 那我表达一点吧 就是人总该善良一点 男生用善良的心去看待一下 身边的人 看待一下为你生儿育女的这个女人 对于女孩来说的是什么 隐忍不如崩溃 但是我劝你也别崩溃 如果你觉得还能坚持下去 那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 可以让你离开这段婚姻了 你千万不要打着孩子的旗号 或者打着孩子的名义怎么样 我只想让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想想是不是应该 有一点点女人应该有的自尊和自爱 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 看一看周围的女孩是怎么样生活的 看一看周围的女孩 她们的先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观 咱们先把世界观掰过来 再去论其他的事情 好吗 好 谢谢刹娜老师 来 曲总 你们两个在一起 很难说情感有多深 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 都是各取所需 男生说得很明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姻是有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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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你那时不时的脸上不该笑的时候的笑容 你妈还拿房子给她住 人家一点不领情 还说你妈不好 你有什么好笑的 你妈全心全意是为了你好 给你们房子住 她不领情也就算了 她把你妈在这个舞台上 基本上没说一点好处 而且南方在开始小片里面就说了 我觉得相爱是两个人的事 是你说的吧 是的 那你干嘛要在这个舞台上说人家妈呀 你至少保持对长辈的基本尊重 你别提这个事 心里有意见别在舞台上提呀 你还是个留学回来的呢 你还有知识 有文化 有素养 不懂得尊重人妈 所以她今时今日会养成这样对你不重视 对你妈不尊重的习惯 都是因为你造成的 你不给自己父母长脸也就算了 你基本上得维护自己父母的子孙 你还笑得出来 我真是搞不明白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关怀自己的妻子 不懂得尊重老人 这种婚姻还有持续的必要 我觉得有一个逻辑 你看这样对不对 相爱是两个人的事对吗 尊重年长者 是不是也应该基本做到的 是 你们俩结婚 拿你那套逻辑和理论 我们俩结婚了嘛 我可以不通知其他的人 你通知没通知啊 通知了 你不是还通知了一桌呢吗 你别通知啊 你们俩结婚就你们俩的事 别让大家给你们祝福啊 干嘛要大家的祝福啊 做个见证啊 你见证什么呀 这就是我在形式上面 我不要你这一套繁文乳结 可是我在内容上 我又要你这套东西 那不就是在我人性上面 什么对我有利 我取什么吗 这就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其实我真觉得 你今天好好反思反思 不是说喝了两天的这个 羊墨水回来之后 您就怎么着了 该尊老尊老 该哎呦哎呦 基本的传统的东西 别丢了 你儿子以后也可以这样是吧 你儿子的媳妇 可以跟你媳妇 一句话都不说是吧 这是他的事情 你看 所以我们不是要逼着 你们夫妻俩离婚 现在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都是大家要证实一些问题 在他骨子里面 或者他现在所表达的 这套体系里面 是有问题的 至少今天你们夫妻俩 对于你们婚姻这段过往的描述 是被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的 所以你们自己也会累啊 你不觉得格格不入吗 爱一个人 要学会爱他身边的所有人 也许你做不到爱 但是你至少可以包拢 如果你认为 那是你要的人生 我们当然无法阻止 我要想一下 没关系 这个是你们夫妻之间的交流 我们之所以说这么多 是因为说 你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呈现的很多东西 被大多数的人不能够理解 行了 接下来就是 人家夫妻之间的 那点悄悄话了嘛 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 我们可以去 不妨自己去想一下 问题的本质 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要负起责任 就是对小孩子的 抚养和教育 既然有了 他就把他 养好 培养好 像主持人那样 虽然我不能接受 你母亲的观点 或者是有些头角 但是我能够包容 来 请两个 来 打开你们的记忆箱 我们看你们的记忆里 有些什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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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过来 女生是放了一把钥匙 为什么呢 就是我来上节目之前 我就租了一套房子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反正我觉得 我们还是 如果今天我们 如果大家都是 想往好的方面发展 还是想继续走下去的话呢 我们就一起搬出 我妈妈的房子 就一起去住在 我租的那个房子里 你送的啥呀 我送的是忘情水 啥意思啊 给我一份忘情水 让我一生不流泪 就是说以后不用 天天吵架 天天吵得我要哭了 脑袋晕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形式 像这种 我可以负习个 当老公的责任 比如说 照顾好你的生活 然后相互的成就 共同的进步 然后把小孩 承养大 行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谢谢 请 请 我们见证属于 他们俩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没有谁能把你 抢离我身旁 只是我的 只是天哪 为了你不见证 没有谁能取代你 请亮灯 来 谢谢你们分享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